词曲 李宗盛 我执我主 给引导我的路途 主能高 主能高 我执主能高 我执我主 给引导我的路途 主一致心灵忧伤 是背路的失望 主是绝对的能心中 是下眼的看见 主能高 主能高 我执主能高 我执我主 给引导我的路途 各位早上好 安息日快乐 安息日平安 今天是我第一次多主持 希望大家鼓励和帮助 好 谢谢 谢谢你们的掌声 首先呢 我要欢迎我们西区的兄弟姐妹 特别是我给Henry一家从西区来的姐妹 我们大家给一个热烈的掌声 欢迎她们又回来 还有其他哪一位从西区来的 还没到 OK 晚了一点 没关系 那么第二个 我也要给 欢迎 我们也要 欢迎我们 有几周没有见到的季大姐 非常谢谢你 因为我一直挂着你 因为上次 你做过见证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我有几周没有见到你 我上个星期打 这个星期打电话 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了 还有那个Mary姐妹 也有两周 我们没有见到啦 我知道是因为家里身体不适 现在我非常感谢你 我也希望你 我也希望上帝赐福给你家人健康 下面呢 我还要 还要我们给一个热烈掌声 给我们的新人 是Amy的朋友 Helen 她是Julia Julia的朋友 也是Amy带过来的 对 我们非常欢迎你 希望以后我们常常见到 您的面孔 在我们教会 成为我们公司的姐妹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 下面一个呢 是我要 特别欢迎的是 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 我们是要给一个 有一个新的朋友 现在让我们赶紧欢迎来到Dong 从Yugoslavia 这是第一次 让我们赶紧欢迎来到 Dong 从Yugoslavia 欢迎欢迎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见到Dong 那么我们非常欢迎 那么下面 下面我就想说今天我们的报告事项 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报告事项 只是我想和大家说一下的就是 再重新一下就是我们周二的圣经学习班 是从每周二上午10点到12点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我们的兄弟姐妹可以介绍我们的亲朋好友 来参加这个 那么地址是在Fensible House 18 Fensible Drive Always 另外呢 我也是想再重申一下的就是 我们 那个富林安息日会 在那个华人电视台TV33 有这样一个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节目 就是叫是我们科目师主持的 是叫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那么这个节目呢 是在每周六下午的四点半到五点 就是今天下午四点半到五点 和周日的上午十点到十点半 同时呢 每周一至每周五呢 我们早上的九点五十五到 和下午的四点十分又有一个 叫灵命日凉 那我个人来讲 我是每天早上我都会起来的时候 把我的iPad拿到厨房里 要听当天的灵命日凉 这样给我一个 我一早上要吃我的灵粮 首先是灵粮 然后我再 对我的上帝吃给我的食物 我的身体的粮食 好 那么其他呢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思想就是说 那么我们就要进入到 我们的最主要的程序 那么下面 我们请BK老师给我们音乐 在约束里 我们是一家人 让我们在音乐中彼此问候 谢谢 大家可以起立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在耶稣里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从今直到永远远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从今直到永远远 在耶稣里 我们是一家人 从今直到永远远 大家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 请坐 下面我们做开会祷告 我们慈悲天上的父 创造以宙万物的主 爱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您在过去一周的保守和眷顾 今天我们众兄弟姐妹 又相聚在您殿堂 敬拜赞美你 献上我们的感恩 主 求你安静我们佛造 愁苦的心 怀着喜悦 平静的心情 来聆听您的话语 领受您的教会 愿我们众兄弟姐妹 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 满心知道神您的旨意 主 我们将 今天的崇拜 完全交托 求您带领我们 整个的聚会时间 从开始直到末了 充满您的存在 我们也将科目师 交托仰望 求主您使用它 高抹他的话语 从而使这些话语 造就我们的教会 感谢主随听我们的祷告 乃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Amen 现在大家请起立 让我们一起用歌声来歌颂 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福 约翰福音第4章第14节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又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 成为泉源 只永到永生 等着福人静灭 我在寻求 不能令人满足的事 那时我听闻救助说道 到我这里来去不可远远 充满我泪 救助满我泪 救出我 救出我 不可欣赏 心灵几个 求一天亮 围扬我 是我保重 满我悲 是我的满足喜乐 这世界有千万人真的寻找 努力追求熟识享受 无疑能与这宝贝相迷 我在助力已得到这宝贝 充满我呗 就充满我呗 接触我苦干心灵几颗 就一天亮 毁养我使我宝珠 伴我呗 是我的满足喜乐 生命纪第三三三 第二十五节 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力量也必如何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 我得着能力胜过十年 我依靠天父周向的供应 我不用再恐慌于挂念 他的心既然自无可遮夺 他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无论有或是他自爱鲜明 无论有或是他自爱鲜明 老苦中他自安排 每一天祝自己与我相亲 每时刻自下格外怜悯 我的光既然自无可遮处 我的光既主安慰与丹丹丹丹 他的名为彻使与全能 他保护他自爱鲜明 他保护他的耳朵 他热心必要成全这事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在世上将我应许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主使我光 我心何必慌 白天与黑夜 主都在身旁 祂使我救助 拯救我便死亡 使我不忧伤 又使我心欢唱 我主使我光 快乐都声唱 白天与黑夜 有处不惊慌 我主使我光 快乐都声唱 白天与黑夜 有处不惊慌 我主使我光 不云地消长 心心当坚强 举不强天望 举不强天望 耶稣如药主 大光辉照万望 黑暗的全世 不难使我惊慌 我主使我光 我主使我光 有处不惊慌 我主使我光 有处不惊慌 有处不惊慌 我主使我光 我主使我光 快乐都声唱 白天或黑夜 白天或黑夜 有处不惊慌 有处不惊慌 我主使我光 有处不惊慌 明天看 我様 我虽然想 你很拼到 你美派 你是盼天地那一的回答 你是负义以外的真心 你是真意识解 确实的人意识解 我们以灵向你识到 向你向来 我们整个世上的情感 所以那我们是有了你的真相 我们整个世界的罪名 你不离不弃 让我们门碎了你的恩绝 你知道 物罪的人的痛苦 人类是担当不起 你更不舍得我们的灵魂 就此承认 为要拯救罪人 你竟然赐下你的爱子基督耶稣 来担当我们的罪 用他的宝血 做了我们赎罪计和挽回计 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 回到天父的身边 天父的恩典如此的完美 我们没有将感恩的心 向你献祭 主啊 今天是安息了 我们基督福林安息了 奥克兰华人教会的兄弟姐妹 聚在一起 恳请你把宝座 放在我们中间 来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此下圣灵 亲自来保守你所势力的教会 保守教会在圣灵的运行下 合二为一 让忠心爱你的人 在主里面与你合一 求你所赐下的圣灵 在教会中 自由地运行做功 求你保守教会 在真理的话语下 圣灵之间 彼此合一相爱在主里 为你做美好的荣耀见证 我们感谢赞美你 全能的天父 创造天地的主啊 让孩子的祷告 向那心上的记忆 达到你的面前 荣耀归于 创造我们的父神 以上祷告 奉祝基督耶稣的名所求 阿们 祈我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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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 接下来是爱心奉献时间 请继续收监 感谢圣赞美你 祈求 祈求 感谢圣 莫当我眼泪 赞美你 感谢圣 赞美你 感谢圣 祖告 莫印语 感谢圣 为梦催停 感谢圣 我战争 凤梦 感谢圣 奉虎 公盈 感谢神赐我苦与乐 在绝望里的安慰 感谢神赐无限满面 感谢神苦彼此爱 感谢神赐路旁玫瑰 感谢神玫瑰有此 感谢神赐家庭温暖 感谢神有福报我 感谢神赐喜乐有愁 感谢神赐天平安 感谢神赐明天盼望 要感谢直到永远 我们为奉献做祷告 我们慈悲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四人流血牺牲 因为你 我们才有蒙福的生活 是你赐给我们日用所需 健康 平安 以及赚取金钱的能力 主啊 今天我们众儿女甘心乐意地 献上十分之一和乐意间 求您悦纳 主 我们欲求你 帮助我们善用这些金钱 来开拓您的国度 扩展您的教会 从而使更多的兄弟姐妹 更多的世人 能够认识真理 能够跟从你走天国之路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 阿们 我心切切可无理 能够议 难换其放无随之地 你是我一切 我希望全属于你 只愿更多于你相亲 我要切切寻求你 但恨地方不睡之地 你是我一切 我心不住思念你 只愿与你面对面 我要永永远原来你 我要永永远原和目的 你是我一切 我心不住思念你 只愿与你面对面 你的爱最美 我心不住思念你 只愿与你面对面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 但是另外一头的声音 魔鬼撒旦的声音 告诉我们 您不应该来这里 天父上帝啊 愿你能够赐下你的圣灵 来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能够从今日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听见 祝主耶稣基督你亲口 要对我们所说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唯独您的话 是我们走在这人生道路上面 搅起了灯 路上的光 神啊 赐福带领 我们那一群姐妹弟兄 还在路上 赐福他们平安的抵达 我们的祷告 各位基督复林安息日会 奥克兰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 大朋友小朋友 中老朋友 大家平安 大家安息日快乐 今天站在这个地方 看见了许许多多新的面孔 也看见了我们西区几位朋友 几位弟兄跟姐妹 但是我的眼睛没有看见 那一群应该要来的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 谁需要教会 各位 你要为那些还没有抵达教会的人 做祷告 谁需要教会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多么的重要 因为 因为在我们查经的时候 在安息日查经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朋友们问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宝贵 今天我们来看谁需要教会 大概三十年以前 小弟本人 我们还在念基督学院 三年级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带一群孩子们 到日月坛 三月基督学院 基督复林安息日会 在台湾的学院 在台湾的学院里日月坛 只有五公里支援 是的 只有五公里支援 三十几年以前的日月坛 漂亮 很美 现在 差很多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有一群 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这边成为senior 已经是准备要上大学的这些孩子们 到了日月坛 游泳 那个时候一群青年朋友们 在一个甲板上面 开了过去到湖的其中一个地方 他们在那边跳水 最后 他们要回到岸上的时候回不来 因为这个甲板上面的一些动力停止了 于是他们不可能一直在甲板上面 总是要回来吃午餐 对不对 在上面的那几个同学 记得 他们都是高中的学生 都很有利益的学生 很有活力的学生 每一个人都会游泳 但是问题在这里 不要离开甲板 当甲板的动力失去的时候 你要回到岸边的话 请等待救援 当中有一个学生就说 这个日月坛是我的家 我的日月坛长大的 我游泳过去 请求人来帮我们 没问题的 没有想到 当中有一个孩子说 我们所得到的讯息是 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留在甲板上面 这个孩子就说 我家就住在那里 我是日月坛的人 我知道这个日月坛的水性 他跳下去之后 从此以后 就没有从水里面上来 这个时候第二天 不是第二天 就那天傍晚了以后 南投潜水人员的一个人来过来 帮忙找人 最后把这个孩子 从日月坛底下 把这个年轻的孩子 捞上岸 捞上岸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孩子 已经身体是冰冷的 已经 不是他了 那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碎掉 留在甲板上面 这个让我想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话 这个时候圣经里面 把我们带到一艘船 这艘船是怎么样的船 那艘船要驶向罗马 可以说这艘船上面的人 全都是被抓的犯人 保罗也在那个里面 但是这艘船遇到了暴风浪 遇到了暴风浪怎么办 大家把船上里面 所有的重量的 有重量的东西 可以抛的 全部抛到海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 没有东西可以抛了 他们发现到 他们漂流到 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方 那个时候 这些水手们 发现到 继续留在船上 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怎么办 他们是水手 他们知道船上的一些 可以逃生的用具 于是 他们把小船放下去 故意要让这一群 被困的这一群犯人 以为说 这群人是要把毛抛下去 让这个船能够稳住 当中 当中上帝的仆人名字叫做保罗 他为这一艘船 祷告 到时候保罗看见这一些人 居心不良 要逃离这一艘船 保罗说话 使徒新传第27章30节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 于是就把小船放在海里 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 保罗就对百夫长 罗马的百夫长和那些兵丁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千万千万要留在 如果你们若不留在船上的话 你们这一些想要离开船的人 你们就不能够得救 要留在船上 Stay in the ship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留在船上 只有留在方舟的八口人 才有活命的机会 如果你不留在船上 你就没有办法生命延续下去 你就会死掉 希伯来书让我想到 为什么我们要留在教会里面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教会 谁需要教会 各位弟兄姐妹 谁需要教会 每一个人都需要教会 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你看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教会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来到 教会一起互相的鼓励 圣经里面 他说 不可以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灌了的人 倒要彼此互相的劝勉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日子已经尽了 什么日子 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已经尽了 请大家说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所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尽了 第一点 我们可以解释为 的确 耶稣再来的日子尽了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 因为 你 你 我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的生命一结束的时候 眼睛一睁开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的生命 我们很难掌控 我们要随时随地的 互相兼顾 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信心 这个在哪里能够兼顾起来 在教会里面 所以上帝的话说 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不可以停止聚会 哇 各位弟兄姐妹 您知道 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 会发生吗 而且这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让你跟我 我们能够更加的有信心 那就是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的话 无论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 奉谁的名聚会 耶稣的名聚会的话 我就在 那里就由我与他们同在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一起 在这个地方聚会 我们有上帝 与我们同在 我要在这边说 简单直接了当地告诉大家 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目的 讲这个题目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 让我们能够互相兼顾 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 兼顾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 第二点 第二点 就是要让 目前 有意识 要离开教会的人 或者是 已经 在我们当中 离开上帝很远的人 再一次的 回到 方舟的一个机会 阿们 这个是 今天 跟大家分享 这个题目的原因 因为 我认识很多的朋友 他们在家里看电视 可牧师 我没有去教会 但是我在家里看电视节目 我在家里聚会 我也有很多的朋友 我跟我太太有很多的好的朋友 他们没有去教会 他们自己在家里里面聚会 到最后聚会的摇摇晃晃 看圣经的时候 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圣经 信心摇摇晃晃 今天我们的目的 就是要看圣经 看神的话 到底 谁需要教会 什么是教会 按照希腊文的说法 教会 叫做 Ecclesia Ecclesia 就是圣经里面所谓的教会 Ecclesia的意思是什么 请看音频 就是 一个特定的 一群人 为 同样的目的 聚集的人 这个就叫做 教会 听得懂意思吗 有一群人 他们有相同的目的跟目标 他们有相同的 要达到聚集的一个目的跟目标的人 在一个地方聚集在一起 这个叫做什么 教会 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教会 而并非是一个建筑物 大家知道吗 我们来看圣经怎么 我哪一个圣经章节 来跟大家说 什么叫做教会 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第一节开始 保罗 他说什么 奉神旨意 蒙召作基督 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他的弟兄所提理 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你看他说什么 我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 教会 他解释什么叫做教会 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圣的 蒙召作圣徒的 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 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的 这些什么 人 基督为他们的主 也是我们的主 所以什么叫做教会 就是奉耶稣基督聚集的这群人 这群人就叫做什么 教会 所以说 请问你们是不是教会 你们是不是教会 你们有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你们的聚会的 或者是说崇拜的荣耀的对象 是不是上帝 是上帝 所以你们是什么 教会 恭喜大家 那个时候 我对英文还不是很熟悉 那时候说在1996年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还有女儿 那时候女儿也只不过只有三个月四个月大 我们去参加英文堂的聚会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开普敦南非 我们进去教会 我们进去教会 主持人像 这个 Winnie姐妹一样拿着麦克风 说 Good morning church Happy Sabbath church 我那时候只知道教会是指建筑物 我就在抓头啊 为什么这个主持人说 教会早安 各位教会 安息日快乐 我搞不清楚 我怎么一直就教会呢 原来后来我才知道 哎呀 我懂得实在是太少了 原来教会是指什么 教会是指人 各位来敬拜上帝赞美荣耀上帝的人 上帝所拣选的弟兄姐妹 大家早安 原来意思就是如此 他就明白了吗 哦 各位啊 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 在新约圣经里面 教会的意思是什么了 对不对 重点在这里 这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问的问题 不加入教会服事的基督徒 可以成为一个 很好很健康 属灵坚定的基督徒吗 我为什么要去教会 我不需要去教会啊 我可以留在家里自己来啊 我跟我的上帝在一起就可以了吗 是这样子的吗 各位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听过人这么说啊 有听过的举手 只有一个人 两个 其他的人都没听过呀 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不一定要去教会啊 我在家里就可以了 我再讲一次 不加入教会服事的基督徒 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吗 不然我们问这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哦 而且很多的人 常常会有这么样子的一个思考 好了 蜜蜂 蜜蜂去采蜜 哇 这个工蜂 这个采蜜的蜜蜂 好厉害哦 采很多的蜜回来 但是他说什么 我不属于任何一个蜂巢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是蜜蜂 我会采蜜 但是我不需要 加入任何一个蜂王的蜂巢 请问他的蜜要放到哪里 一个军人 空无有力的军人 又是陆军 又是海军 又是空军 山军 在他的身上都会看得出来 又会游泳 又会跳伞 又会走路 陆军是专门走路的 但是他说 我是 纽西兰最厉害的军人 但是我不属于任何 纽西兰的任何一个部队 有这样子的事吗 销售员 他说我是 No.1 Top 但是 这是你自己说的 你说 我是全纽西兰最会卖东西的销售员 但是呢 没有一个客户 一个客户都没有 怎么办 最后 你说 我是全纽西兰最会玩Rugby的 我又壮 跑得又快 弹性又好 那时候全黑队 All Black 找你加入 全黑队的队员 你说不要 你什么队都不参加 请问 名叫做 感染球队的队员吗 不对的 各位弟兄姐妹 不加入 教会服侍的基督徒 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吗 你仔细看圣经怎么说 在教会里面 上帝特别赐福 这一群 教会 或者是说这一群人 使徒行众二章四十七节 赞为上帝 得众名的喜爱 这个是初期的教会 上帝怎么样子的赐福 初期的教会 他说 主将得救的人 天天加给他们 And the Lord Aided to the church 上帝把得救的人 加在什么地方 Church 就是教会 Daily Those who were being saved 意思也就是说 这教会里面 这一群人 是上帝所拣选 所得救的这一群人 上帝能够赐福那一群人 因此 在新约的神学里面 新约的神学里面 得救的观念 只会发生在教会里面 如果 在新约里面 谈到得救 是在教会以外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不是新约神学里面 得救的观念 今天我的正道 有一些是比较深的 有一些是比较浅的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当中的意思 所以大家明白了吗 在教会里面 在新约圣经里面 那些得救的人 是一群同样信仰 有同样的目标 就是荣耀敬拜 感恩赞美 祈求上帝的 这一群人 神的救恩在他们当中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稿的名字 在新约时代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地重要 他们在教会里面 大家要一同地 要诵读这样子的一段经文 那就是除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你看 在使徒行传里面 上帝把得救的人 加入在这一群教会 这一群人当中 他们那群人说 除上帝以外 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依靠 然后可以得到救恩的 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才能够得到救恩 但是问题来了 很多的教会 这个教会到底要怎么样子的 一个教会 才是我要去的教会呢 圣经有没有指导我们呢 这个圣经章节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要把它写下来 非常的重要 提摩泰前书一章三节 一章三节 三章 提摩泰前书三章十五节 你 他提摩泰 他提醒提摩泰 你呀 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上帝的教会叫做什么 家 上帝的教会 保罗用一个非常 就是大家可以明白 容易理解的一个名词 叫做家 你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应当怎么样行 这个家 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 然后这个教会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这个教会是 真理的注释和根基 各位姐妹弟兄 教会有很多很多 所谓的 不浅的 意思的教会 那个教会 你要选择的教会 我们所需要的教会 是能够讲解 圣经 真理的教会 就是传讲 神的话语的教会 现今 最有影响力的东西叫什么 各位弟兄姐妹 现在 这什么样的东西 是最有影响力的 每一个人 问的这个东西 头都会低下来 我们叫做低头足 叫什么 手机 iPad iPhone 我们现在好像 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行了 我相信有很多人 今天进来到这个地方 已经偷偷的 把我拍了起来 然后放在你的Facebook了 马上传上去了 这是奥克兰华人教会 那个科目色的样子 听看看 他在讲话 所以现在可能在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世界的国度的 你的朋友 已经打开了 原来奥克兰教会 现在就在做这种事情 原来这个人就是这样 原来唱歌的那第一 第二 刚刚在讲圣经的那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 他这名字叫什么 Jennifer 我在想他 华文名字叫什么 很好听的 真真 王真真 我们这里有娜娜 阮娜娜 这里有真真 很好听啊 我们这里有阿力 阿力在哪里 阿力刚刚来 还有婷婷 我在想的奇怪 还有一个东西 忘了 叫婷婷 娜娜 还有真真 还有吗 今天最有影响力的东西 叫做媒体 这个媒体可以把我们 带到很远的地方 刚刚我说过 这是好一点的事情 你把现在我们聚会的情形 传到没有在聚会的你的好朋友 很好 但是大部分的人我不知道 可能你现在正在接收那个手机 在问说 你好吗 现在的正道好无聊哦 你告诉我一下 到底在中国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广州 我们现在啊 在早上那么早 可是我已经吃了 我已经在开始跟我的朋友 在喝早点 不是早 他们叫做什么 早茶 饮茶我告诉你 我们有一个朋友说 他去广州啊 早上朋友请他喝早茶 早茶才刚吃完 直接就说 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要饮茶 饮茶完了以后呢 哇 吃到 吃到下午两点三点以后 下午又有一个下午茶 然后去喝 他说广州的人怎么那么会喝茶 吃吃吃吃到这么多 一天到二十四小时都要喝茶 也等于说吃饭的意思 是吗 真的 各位 真的 媒体的影响力太大 不要说媒体了 我们教会也用媒体传福音 难道不是吗 今天我的题目也就是因为 看媒体的 看我们教会节目的人的 问的问题 我才要在这个地方说 我希望他今天能够看这个节目 我们把它 po上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以后 我们哪一个人是需要教会的 媒体各位弟兄姐妹 可以把你跟我 我们的心思 拉得很远很远很远 可以拉到好的地方 也把我们拉拉拉到离开上帝 你知道吗 真的 现在有多少的妈妈 爸爸 爷爷 奶奶 不断地为那些沉迷于 媒体跟电脑的这些孩子们祷告 我星期二在聚会 在查经的时候 这位姐妹老姐妹 为她的外孙子在祷告 真的 媒体会把我们 拉离开上帝 很远很远 实际上 我们教会 也很注重媒体 用媒体来做 正当的 好的一面的 传福音的这种工作 连你的教会 我们也在做媒体的 这种步道的工作 但是媒体真的要小心 有人说 我希望成为基督徒 但是不想去教会 这是我最近听到的 可不可以说 好啦 我是基督徒 好啦 我要成为基督徒 但是我加入主了以后 我就不去教会了 有人听 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人这么说 有吗 有 我要成为基督徒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 但是我不想去教会 我自己的解释是什么 智者回答说 我不是智者 哦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想成为一只鱼 但是我不想跳到水里面去 好像听起来 过分了一点 但是的确是如此 不然这样好不好 各位 鱼 离开水一段时间之后 就很难出火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但是 您如果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离开了这艘船 上帝的家 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什么 你试试看 你不来教会一段时间 我告诉你 圣经告诉我们说 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以吞吃的人 第一个他想要吞吃的人 是什么人 就是那些离开鱼尺的那群鱼 离开上帝的家 以为自己可以应付得了 外面的试探的 引诱的那群上帝所拣选的那群 基督徒 包含我在那里 真的 我们需要一群 相同志同道合的基督徒朋友们 一起来互相的鼓励 我们才能够生存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 上帝在这个章节里面告诉我们 教会的设立 上帝的家的设立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做的 那就是你们又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我的建议在这里 撒旦呢 他也读上帝的话 圣经 他很清楚上帝的话 我再回去一下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一件观念的事情 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因为聚会来到教会 来到家里里面 志同道合 一个同样信仰 要达到一个崇拜目标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 是多么的重要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你们要彼此的相爱 撒旦他很明白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是上帝的爱子 耶稣基督亲自说的 你们不可以分离 于是 你来看看 撒旦用尽方法 让那群教会 或者是让那群基督徒 离心离德 世界上哪一个宗教 分那么多的教派 这个叫做基督教 佛教有很多教派吗 不多 道教有很多吗 也不多 全世界 最有影响力的教派 叫做基督教 教派 你再看一次 耶稣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男徒 撒旦知道 这一群 有至相同目标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他们要荣耀他们的上帝的那群人 如果真的是 待会我们会继续说到 合一起来的话 那我就完蛋了 于是撒旦用了他最强大的这个欺骗的方式 让全世界的基督教界离心离德 说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科目师的教会不要去 他是异端 刚刚我们在这里查经的时候 我们一个弟兄也在说 我们的教会说什么 上周来的那个教会说 也是这样子 把整个基督教分的一大堆的教派 各位 这个是撒旦的试探跟撒旦的引诱 还好 你听我说 不管怎么样子 耶稣基督就是为这一群离心离德的人而来 耶稣基督好像是什么 捡那个完整的瓶子 被打碎了以后 耶稣来 把这一群 想要分开的这一群人 一个一个的把他接起来 各位弟兄姐妹 就是如此 不然这样子好不好 我们来花一点点时间 来去探讨一下 为什么那个人不来教会 好吧 为什么那个人 从前在教会这么热心 现在不来了 想要你知道吗 我给大家放在音频上面 同级的压力 英文叫peer prison 意思也就是说 你知道吗 根据调查 大概这个孩子们到达青少年 青年的这个阶段里头 就会离开教会 他在青少年以前还会听父母亲的话 加入教会 可是到达青年的那一段时间 就离开教会 这种的比例是蛮大的 同级的压力 第二个 忙碌的生活 各位 当你忙的时候 你心里死亡了以后 忙碌的时候 你就很多的理由说 这个周我不能够来 就有之间的误会 或是冲突 导致你不想再去那个教会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不来教会的原因 再来呢就是 哎呀 我到达教会的时候 我听正道 哇 这个大罪人 我达不到那个目的 我达不到 十条诫命 有十条 可是我只可以走九条 哎呀 算了我还是不去那个教会好了 对教义产生怀疑 哎呀 这个教会的教育 叫我们要吃素 各位 基督布林安息日会的教育里面 没有叫我们吃素的 他提倡吃素 基督教的教育 我们基督布林安息日会的教育里面 没有说 你不可以吃猪肉啊 不吃猪肉是上帝的意思 或是在圣经里面 所谓的 洁净不洁净的这个道理里面 你要守不守 听不听 是你自己的事情 家庭因素 有一些弟兄跟姐妹 有时候我看到他们 我心里也蛮难过的 我在想说 如果我站在他们 不是说我脚是穿他们的鞋子的话 我可以来到教会吗 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简单的来说 如果你嫁给某某人 OK 你嫁给老刘 不要吧 我们这里有刘 刘 没有猪 我嫁给老猪 不是 我 我娶了老猪 结果呢 我娶了老猪 这个 这个猪太太啊 不是啊 她嫁给我 我娶了 她是柯太太 柯太太呢 她不信上帝 但是我信上帝 我每周六要去教会 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太太 那个小猪呢 看我的时候 就不 不给我吃饭 每周六 都不给我吃饭 或者是说 这位 这位猪小姐 嫁给柯先生了以后 变成柯太太 她是基督徒 柯先生不是基督徒 这个太太回到家的时候 就被先生臭妈好几顿 在这样子的情形 家庭因素 不协调的情况之下 到最后 他们就慢慢慢慢地离开教会 对这种的事情 其实我做传道人的 我看到了 再来 为什么人不来教会 被批评 教会里面 很多很多的人喜欢讲 一挂 二挂 三挂 四挂 五挂 六挂 七挂 八挂 真的 八挂要听 所有一周刊可以去看 还有香港的狗仔队的 那个报导之外 在教会里面 每一个教会都有 很多挂 被批评 被讲了以后 心里难过 就不想去教会了 还有什么 我现在要搬家 搬到更好的地方 以后呢 哇 我们感谢赞美上帝 让我们这些朋友们 弟兄姐妹们 有个好的家庭 而买到更好的地方 可是太远了 常常不能够来教会 可是我在这里特别说 我感谢主 你知道今天 其中一个非常早来教会的 是最远的地方来的 那就是阿兵跟婷婷 从北岸 我们请大家说阿们 北岸哦 好久好远好远 他们家真的很远 都快到欧里瓦了 讲得有点太过分了 真的 你知道 你知道北岸那个大桥 有时候要从北岸 North Court 到达City 要一个小时 小琴对不对 就在桥上 晃啊晃啊晃啊 你知道你在桥上 你有没有在桥上 塞车过 然后风一吹来 那个桥好像是 要掉断掉的那种感觉 有一次我在北岸 我都忘记 是要去北岸 还是要回来 我刚好在桥的中央 我就在想 糟糕 这个时候大地震来 怎么办啊 我刚好是在 最高的地方 你知道吗 你桥是这样的吗 我站住你啊 如果一稍微来一个 三级的地震 我都哗下去 我就 我太太都找不到我了 真的好可怕啊 那车一开头的时候 我对真 教会不具吸引力 我好喜欢那个教会 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教会 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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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原来只是不过是如此嘛 我都听过了 都知道了 哎呀 这个教会啊 讲的道理啊 差不多了 我都懂了 不具吸引力的 再来呢 不信任教会的组织 哎呀 我真不晓得 这教会在做什么 我做的捐款 不晓得他们拿到哪里去了 算了算了算了 不去这个教会了 我不信任这个教会 我自主另外一个教会 不不去教会的原因 就是婚姻破裂 从前有这么样子一对夫妻 在教会里面热心侍奉主 但是某种的原因 这个爱主的这一对男女离开 这个太太还是来教会 这个先生 为了避免看到这个太太 或者太太为了避免看到先生 于是他就说我不去了 让他自己去吧 结果这个没有想到 自己在心想说 哎呀 为了不看到那个母老虎啊 我就让他去 我就不去了 结果呢 两个都不来了 婚姻破裂 然后讲到那个 为什么不来的原因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有人会来到教会 为什么人会选择 我们的教会 为什么人会去那个教会 第一个原因是 哎呀 没得选啊 那是我爸爸妈妈的教会 是我从小的成长的地方 我在这里小的时候 一个月以后 柯牧师就为我祷告了 我的感情在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被祷告的地方 就在这个教会 我去别的地方的话 可能会被咒诅 我不去那边 我就来这里 第二个 这个教会太好 离我家好近哦 好近哦 不用开很远的地方 也没有红利本 我就到了 太近 方便 刚好有MRT 这个是新加坡人 讲那个MRT 刚好有火车的东点站 有BUS站 哎呦 我们的教会都有啊 只是没有那个轻轨列车 哦那个船 停靠站 哎呀呀 好方便哦 方便到什么地方呢 旁边就是Safeway 最后晚了就去买菜 方便了不得了 哦最近教会的人 人人都有善 这是我最近常常听说的 我喜欢来你的教会 为什么 你们的教会的人好友善 其实啊 那个人啊 第一次来的时候 一个人是坐在那里 没有人管他 可是他讲说 我们的教会很有善 哦 开玩笑 这个教会的师班 真有水准 我真的要在这个地方告诉大家 我要感谢主 在我们 我们这几个师班 你们觉得如何 你们觉得不错的话 请说阿们 哎呀 还蛮大声的 大声看看阿们 各位我们真的要谢谢他们 我们特别要谢谢 这个Vicky老师 Vicky老师呢 真的是 他从不懂教会音乐 到变成现在老师 感谢主 还有呢 我们的 他们当中的一个leader 主要的leader Sally姐妹 真的 他把他的家打开来 让他们去那边学习 还有 Lucy姐妹也是一样 当他们主要的这个leader 有一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Lucy说 来我的家的门口也很大 你进来 我们来到我们家去会 一起唱诗 我们真的要感谢这群人 真的 我心里面真的很感动 好了 很多的人加入教会的原因 包含你们 就是我们基督福利安息日会 华人教会 有很好听的音乐 哇 我就是冲着那音乐来 有人说 克牧师 你去过那个 City Impact Church吗 你去那个City Harvest Church吗 那个新加坡 我说你去过 你觉得音乐好不好听啊 好啊 我就是喜欢那个音乐 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去听音乐 音乐完了以后 就走了 那个牧师开始讲道了 那个牧师讲道了以后 哎呀 讲英文的 老听不懂 走啦 好想念那音乐 星期日到的时候 去听音乐 牧师要讲道的时候 我赶快就走了 哎呀 有水准 还有人去教会 这个原因是什么 哦 传道人长得好看 又好笑 我有两个 有三个堂弟 很好玩的 这三个 以前 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因为他们说 他们是属于 台中 公元教会 基督福利安息日会的教友 每次要去教会的时候 懒洋洋的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教会啊 因为那牧师讲道很无聊 有一次他们去教会的时候 要去教会 一大早就要去 很快乐的 这三个堂弟 很快乐要去教会 我说你不是觉得教会无聊吗 没有 今天正道的那个是 田长老 那个田长老 我们喜欢他 为什么喜欢他 你们不是不喜欢去教会吗 田长老好 为什么 因为他讲道的时候 很好笑 要去听笑话 各位难道 有时候我们选择教会是如此 那个教会很好 因为有好的儿童节目 青少年节目 跟青年节目 我有小儿子 我有中儿子 我有大儿子 那个教会的节目 都非常的好 适合我这几个孩子们 所以我去那个教会 来 为什么要去这个教会 哇 那个教会 474号 基督福利安息日会 那个教会 是曼鲁卡尔 City Council里面 所有的教会 第二老的教会 哇 那边的car park 太好了 你的车子 再怎么大 你把你的 camper van开来 都有地方可以 啪 你把你的小 7人坐 8人坐 12人坐的车子 开来 都有地方 啪 那个教会好 那个教会好新哦 所以我才去那个教会 要不然是什么呢 哦 那个教会不错哦 都是具有政治 就是具有影响力的人去的教会 那不会查到哪里去 政治人物去的教会 总统去的教会 那要去啊 对不对 为什么要去那个教会 因为那教会的充满 非常的精彩 最后 我为什么要去那个教会 因为那个教会 需要我 没有我啊 那个教会就完蛋了 有没有人这么说 有 那个教会不可以 我不可以不去的 你请假一下 没有关系啦 我们去玩一下 不可以不可以 如果我不去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 没有人开门了 那个钥匙在我这里 这个当然有时候好啊 各位 以上都是正确的理由 以上都是 加入那个教会的好的理由 但是这个都不是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正确的理由 去加入那个教会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我们加入一个教会 所选择那个教会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三章十五节的 天摩太前书 那个教会 是上帝的家没有错 但是那个教会 是宣扬上帝的话语 传讲圣经 神的话语 包含整本圣经的话语 这个教会 是真理的支持者 是真理的一个守护者 而不是片面的 而不是片面的 把上帝的爱 来去跟结的 那个教会 建议 很多的人 离开教会的理由是什么 我个人的建议 我个人的建议在这里 因为他进入教会的时候 是有不正确的理由来到教会 如果我们来到上帝的教会 是来 不是神 来荣耀神 哪怕 我们教会里面 没有人会弹琴 哪怕我们教会里面 唱诗班 只能够唱一个和声 不是 只能够唱一部 荣耀荣耀归羔羊 五个人六个人唱歌 都是一样的 荣耀荣耀归羔羊 也没有问题 如果我们的心 是正确的话 来到上帝的教会 是荣耀神 而不是荣耀人的话 这个才是正确的理由 圣经教导我们 加入教会的原因 的其中一个 刚刚我说过 叫耶稣基督的平安 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们也为此蒙招 要归为一体 而且要存感谢的心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祷告 他希望教会 也就是那一群奉他的名 聚集的那一群人 他为这一群人 这一群教会 特别像他的父祷告 他说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经赐给他们 也就是教会 是他们说什么 和而为一 像我们和一一样 这个是耶稣基督 为他的教会的祷告 是耶稣基督 为什么要设立 教会的原因 就是要让 这群不同的家庭的人 来到上帝的家的时候 他们能够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目标 和而为一 哇 和而为一 可能吗 可能吗 我们身体 有很多的器官 当你吃饭的时候 你的牙齿 都会咬到舌头 更何况 跟其他的人 相处在一起 可以和而为一吗 可以行得逞吗 我告诉大家 在教会里面 和而为一 很难 可以达成吗 每一个人的期望 每一个人的 来到教会所需要得到的东西 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肤色不一样 味道不一样 可能吗 我告诉大家 可能 怎么可能 只有神迹 才会让这件事情 可能 耶稣基督有几个门徒 十二个门徒 这十二个门徒 当耶稣基督 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们是合一的吗 没有合一 他们是将来要把福音的真理 传到全世界各地的 但是当耶稣基督 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甚至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都还在争 我要当头 我要当什么 耶稣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希望我能够坐在你左边 坐在你的右边 其他的门徒听了以后 喊生气 你算什么 我比你聪明 你怎么可以当卫生部部长呢 路加在那里都不讲话 Dr. Luke Dr. Gunner Dr. Liu都在那里 你还在那边说啥 离心离德 但是你知道吗 耶稣为他们祷告 为这些不可能合一的人祷告 结果神迹来了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 当五旬节的时候 这一群失散的羊群 在一处祷告的时候 圣灵灵格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 他们那种分歧 突然之间化解 然后呢 大家一起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大家互相的团结起来 所以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很不容易 但是有可能 只有圣灵的感动才能够 你知道罗马书十二章四节 里面告诉我们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 在上帝的家里里面 都不同的 要合一起来很困难 但是我们要把我们 这个教会当作一个家 您就会 有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观念 你来到教会里面 是教会不可缺的一员 您是不可缺的一员 所以你一定 一定要来这个教会 罗马书告诉我们 正如我们身子 正如我们 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都不是都一样 用处都是一样的 我们这许多的人 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 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是如此的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我们感谢主 在上帝的教会里面 上帝的教会里面 每一个人都被受欢迎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一个头 元首叫基督 然后我们是基督的肢体 每一个肢体都非常非常 非常的重要 你你你你你 都是耶稣基督 这个教会 这个家的肢体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是什么 心脏 我们 北纽西兰区会 三个行政人员 会长 行政秘书 司库里面 司库的办公室里面 就有这一幅图画 我很喜欢去到他的办公室 因为他过去的时候 他的梦想是能够当医生 结果没有想到呢 医生当不成 当他要被澳洲政府 赶回去到他自己的国家的时候 他就赶快去移民局看看 哪一个科系 他毕业了以后可以留下来 留在澳洲 甚至最好能够变成 一毕业了以后可以移民 一看 哇他说top of the list 就是在最上面的 说你毕业了以后 你绝对会有工作 而且绝对会拿到PR 有可能拿到PR 就是什么 当会计师 哇 他从一个 医学院的一个 被征召医学院的读 可是没有钱的情况之下 跳到读会计 但是他现在还是根根于缓 所以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告诉他说 Hey Dr. Shen 他一直希望能够成为医生 好了 这个是心脏 各位 每一个国家可能啊 我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 所以请你们纠正我 心脏 从身体里面 要被移植的时候 那个心脏可以活多久 要多久以前 必须这个心脏 要到另外一个 被接受遗址的人的身上 才能够有机会生存 大家知道吗 按照台湾的话 大概是四小时内 要赶快弄起来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有很复杂的 比如说一个人 这个要讲到一个生命的伦理 一个人他被判定脑死了以后 脑死了以后 他现在会跳动的呀 不可以马上解剖 赶快死一死 你现在还跳动以前 还好的时候 赶快移植到别人 不可以的 这个医生会出状况 好了 当生命的那个 维护他的身体 生命的那个机器 判定脑死 然后家属签约 签了治理以后 OK 把生命 维持生命的仪器 拔掉了以后 如果 如果 他的呼吸 在一小时之内 能够停止的话 还可以 有 如果 这个心脏 在呼吸器 全部拔掉的情况之下 心脏还在那边 跳动跳动跳动 其实他是跳动 但是带到各个器官的血液 都没有养分的情形之下 一个小时 之后还在动 其实 医生 也不会 在这个人的心脏 就是说 把这个心脏 拿到遗址 拿过去到 另外一个被接受者的身上 为什么 因为 其实 他虽然是动的 会动的心脏 但是缺氧缺太久 总而言之 最近美国 他们 科技更好 他们可以把一个 宣判脑死的心脏 用 一种科技的方式 在24小时之内 以前是只有8小时 现在24小时之内 运到一个被接受者的 医院里面 把它进行结合的手术 总而言之 最多有24小时 如果24小时之后 怎么办 这个心脏 也不能动 我的问题在这里 一个肢体离开身体 可以存活多久 上帝说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个家 这个上帝的家 每一个肢体 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请问 如果一个肢体说 哎呀 没有必要去教会了 请问你这个肢体 离开 身体 你可以活多久 那个我听过一个医院 不是真实的 是医院 有一天 这位老先生 他起来 一件事情 就把他的老花眼镜 按照他过去十几二十年的 这个动作 把他戴在 就直接 就戴在他的 鼻梁上面去 这个时候鼻子就很生气 我受够了 这个时候眼镜就说 哎呦呦呦呦 鼻子先生 慢慢说 怎么了 我受够了 这四五十年来啊 你就是把这个眼镜 放在我这个 这个鼻子上面 害了我现在这个鼻子 你的眼睛一拿掉啊 人家都看我看得很难看 我这里一个黑点 这里一个黑点 而且凹起来了 但是呢 你把这个重量 压在我的鼻子上面呢 我没有得到好处 反而得到很多 很难看的 用剂在上面 得到好处的就是你 那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我呢 就每天就背着你的镜子啊 跟着你走 太不公平了 这个时候眼镜就觉得 眼镜就觉得如何呢 哎呀 说得也对啊 这四十几年来 我都这样子做 哎呀 我也真是的 好了 于是 一大早起来 发生这种事情 眼睛也对鼻子 过于不去 于是就把眼睛栽了下来 他走上厕所 你走走走 不小心 撞到墙壁 鼻子先撞到 为什么 因为鼻子是身体比较尖的 这样 鼻子就终于大块了 哎呀 好痛 眼镜说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因为我没有戴上眼镜 伤害到你 各位弟兄姐妹 鼻子重要吗 眼睛重要吗 重要 脚重要吗 重要 每一个上帝家庭成员的 一个肢体 都非常重要 我们不可以离开 耶稣基督 一个离开身体的肢体 能够活多少 不可以活得很久 我认识一个人 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的手断了 他想到说 可以接回去 于是他就把它放在一个container 一个容器里面 他用跑的 跑到医院去 又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一看 那个断掉的手 已经发紫发黑了 不能用 真的 一个离开身体的肢体 能够活多久 各位 谁需要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教会 教会就是上帝的家 这个家 少不了你 少不了你 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的心肝宝贝 但是 在教会里面 总是有一些 是不是 讲话稍微比较这个的 讲话比较 你听都听不到的那种 或者是比较 钻鸟脚尖的可能也是 但是每一个人 过程里面 属灵的发展里面都不一样 最后我要讲一个 例子 跟大家说 跟大家分享 这个时候 这个老牧者去拜访 一个他的朋友 其实这个朋友呢 是这个牧师 共同建立这个教会的 一个伙伴 可是因为某种 在教会里面发生 一些事情的关系 以后这个 朋友呢 就不来教会 于是每次到 这个Christmas的时候 正诞节的时候 这个牧师 总是会想到 他这个好朋友 于是这个时候 他就觉得说 我非得 要亲自去 拜访我这个朋友 他自己去了 在寒冷的冬季里面 这个时候 这个长久不来 教会的这个朋友 就接待他的 这个好朋友牧师 来来来来坐 于是他们来到 他们家到壁炉前面 在外面 这么冷的情形之下 招待他的朋友 坐在温暖的壁炉前面 去不再聊 聊到最后的时候 他这个朋友说 哎呀 我告诉你啊 牧师啊 你就把你的目的 告诉我 把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们也聊了 也喝了 也吃了 最后也差不多 你要回去的时候 你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时候牧师 他的好朋友 就对他说 哎呀 朋友 回来吧 教会 是你的家 这个教会 是上帝的家 这个朋友就说 哎呀 我一个人在家里 也无所谓 没问题 我在家里聚会 都可以 这个时候 这老牧师知道 他这个朋友 他的这个 性情是如何 于是这个时候 他就拿着 夹子 夹了一块 碳 出来 从这个熊熊的 烈火里面 夹出一块碳 放在 壁炉的旁边 这个时候 这个 他的这个朋友 就觉得说 奇怪 你为什么要做 这个动作 可是又不好意思 跟他说 为什么要做 这个动作 又没有多久了 这个熊熊的烈火呀 其中一个 本来是 拉下来的时候 是亮的 是红的 是烫的 是烧的 可是过了半小时以后 又再回去 变成一个 冰冷的 一个煤炭 这个时候 他这个朋友 一下子就知道 这个牧师朋友 他这个动作的用意 是什么 意思也就是说 真的 你一个人想要 去抵挡 魔鬼撒旦 的力量 比不过 大家一起 不同的为了 你的 烦恼 忧愁 苦难 来得好 大家一起来到教会 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扶持 互相的支持 来到教会里面 你的心情已经低落了 可是看见 某某人 这么样的快乐 你的心 又被提升上来了 各位弟兄姐妹 谁需要教会 我要说 你跟我 我们都需要教会 我们在六月 的第二个星期 我们教会要举行 受洗的仪式 这个时候 我要特别 为那一群 希望能够在六月的 第二个安息日 能够借着洗礼 加入上帝的教会 的姐妹 或者弟兄 我邀请你们到前面 我要为你们做打扮 我们请我们的师伴 到前面来 还有在我们当中 我相信还有一群 弟兄跟姐妹 你现在不属于 任何一个教会的 一个分子 或者是说 可能你是基督徒 但是你来到这个地方 基督福利安息 又会华人教会 又一段时间 但是你还没有表白过 我希望能够加入到 这个大家庭内 我也希望圣灵 能够感动你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到前面来 我要为你祷告 让你能够早一点的 加入这个上帝的家 我们一起站立好不好 我们来唱诗 我希望能够早点赞 你也认为我 要能够早点赞 你也认为我 宗教会 我希望能够早点赞 你也认为我 再赞 你也认为我 面困难和委屈 抬起头来 鼓起勇气 谁不愿难输 我们去宣誓家路 记忆踏上 又完成这阵途 随今挫败不屑气 宁有彩虹作应许 明天还是一样 灿烂与美丽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本是陌路人 但是感谢主恩 我们成知己 彼此接纳包容 在主内何意 仰望基督 同奔天路 快乐无比 各位弟兄姐妹 的确是如此 同奔天路的时候 你看同奔 你不可能一个人奔天路 你要许许多多人扶持 才能到达天家 这个时候 好不好 我请田姐妹到前面来 她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 客牧师 我要加入神的教会 田姐妹 我说前面来 好不好 她没有听到我 她说慢 那个Winnie 你站在田姐妹旁边 你撑着她的手 好不好 还有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还有多少姐妹弟兄 您需要有一个家 有一个属灵的家 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当中我看见很多 跟我们一起查经一段时间 你希望说 哎呀 好啊 正好在这个六月的第二个星期 我有机会能够成为一个 基督福利安息日会 神的家的一份子的 有没有人到前面来 我们感谢主 我们请大家鼓掌鼓掌 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 有一个大小小小小的 道路随起去 还是要坚持下去 唯出沙总 实在是不容易 但靠祝恩万世臣 千年困难和畏惧 爱惜头来 鼓起勇气 谁不愿爱输 我们却先是假路 记忆踏上 要完成这正途 谁今仇白不写起 应有彩虹做允许 明天还是一样灿烂与美丽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本是陌路人 但是感谢主啊 我们称之机 彼此坚纳保荣 在主内何意 仰望基督 红奔田路 快乐无比 感谢主 我们看见前美的姐妹们 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说阿们 我们每一个人需要上帝的家 如果这个家是神的家 宣扬上帝真理的一个地方的话 您要加入上帝的家 我看见前面的这几位上帝所拣选的 可爱的 年轻漂亮的上帝的儿 没有儿啊 女士们 女儿们 我们要为她们祷告 她们是不是很漂亮啊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再做一个邀请 在我们当中还有吗 我们感谢主 还有吗 我们来为她们做祷告 亲爱的上帝 我们谢谢你 真的 耶稣说 祂是这一个家的一家之主 我们每一位弟兄跟姐妹 都是在耶稣底下的肢体 也等于是说 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家 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主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肝宝贝 是耶稣基督的肢体 没有任何一个人 说我比他好 我比他更重要 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所需要的 因为当一个人不舒服的时候 整个肢体也就会全身转痛 因此谢谢主 接着今天这么长的一个正道 让我们教会能够解答 收看电视节目的姐妹弟兄 他们的树林上面的问题 因为在我们奥克兰 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已经不来教会了 但是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内心深处 他们是软弱的 但是他们还是故意的刚强说 我仍然可以得救 但是他们内心深处也觉得 他们一个人在家里里面聚会 实在是有时候孤单寂寞 天父上帝求你能够赐福 现在正在收看 这一个转播的朋友 弟兄 你的圣灵能够感动他们 让他们知道 耶稣正在呼唤他们 来到上帝的家 与上帝所拣选的所有的肢体 互相的 就像这首诗歌一样所说的 我们一起同奔天路 比我们一个人奔天路 还要来得快乐 还要来得轻松 还要来得舒服 我在这个时候 我要特别特别 为田姐妹祷告 我们感谢主 让她有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也就是Sandy姐妹 把她的母亲带来 让她母亲能够知道 神的家 看见田姐妹 她这么样子单纯的信仰 接受上帝的教会 我自己心里面 多么大的感动 她自己也说 可是可不是啊 我担心我收起 又回到家 我的家离教会这么远 怎么办 神啊您知道 虽然您希望您 所拣选的人 拣选的子民 儿女们 都能够来到上帝的家 但是特殊的情形之下 有一群人 他们没有办法自己开车 身体的感 身体的原因 不能够来到教会 神帝也是爱他们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要为田姐妹祷告 让她不至于 因为身体不舒服 或者说自己不能开车 而阻挡了她 加入上帝教会的 或者加入上帝家里面 这样的一个勇气 感谢主 她走到前面来 愿主 你能够与田姐妹同在 她今天的立志 能够不改变 谢谢主 这个时候 我要特别为公姐妹祷告 公姐妹 她身体欠安 但是她爱主 爱教会 愿主耶稣基督 赐福公姐妹 让她加入 耶稣基督的这个家的 意愿 永不改变 我在这个地方 要为我所亲爱的 林达三姐妹祷告 我也要为 Alice姐妹祷告 我也要为前姐妹 这一群 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 姐妹们祷告 他们虽然已经接受了主 但是他们 今天来到 神你的家里里面 我希望上帝 把他们内心的压力 借着圣灵 把他们抚平 让他们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觉知 让他们的心情 能够舒服些 让他们 也能够明白 他们做这样的一个觉知 是上帝 已经很久等待的 他们所要做的觉知 让他们今天所做的觉知 加入神你的家 基督福利安息日会 不至于影响到他们 跟其他 别的教会的朋友们的关系 让他们也能够 从今开始 还是一样很自然的 能面对 他们的朋友们 他们其他不同信仰的朋友们 神啊 求你赐福丽达三姐妹 Alice姐妹 前姐妹 让他们 从今开始 把这个家 当作他们的家 这个家 让他们 能够加入 服事的行业 让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负担 觉得说 如果我不来的话 这个教会怎么办 因此他们把这个家 当作这个家来去治理 使得这个家 能够在他们三个姐妹的 加入之下 我们这个家 能够更加的温馨 更加的温暖 过去 我们所不足的地方 因为这个三个姐妹的加入 把这个家 布置的 更加的 能够让人家喜爱 神啊 谢谢你 我们在当中 有一些姐妹弟兄们 他们还不属于 这一个 基督福利安息日会 这个大家的 愿天父上帝里的恩典里的慈爱 继续感动他们 让他们敞开他们的心门 能够接受这个 属于上帝的这个家 天父 谢谢你 我们以上祷告 奉耶稣 祝主顺 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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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愿 阿们 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就结束了